高庭今早宣判前手下拿督斯里纳吉和财政部前秘书长丹斯里伊尔万 涉及到66亿令吉政府资产以及拨款失心案或是并不等于无罪 吉隆坡高庭法官加米尔在裁决中指出 由于控方没有履行刑事程序法典 51A条文所阐明 也就是在案件开审前交出所有辩方所需的文件 因此法官援引固有权利 宣布纳吉和伊尔万在案件中或是不等于无罪 法官也进一步说明 最起案件在2018年提控 然而在经过多次责定开审之后 案件已经拖延多年 无法逐期开审 控方无法全面遵循移交所有文件给辩方的条文 导致过分延迟 不过法官强调宣判被告或是不等于无罪 不会对控方带来不公 因为控方日后还是可以再次提控被告 纳吉和伊尔万是在2018年10月24号被控6项失信政府资产的控状 所涉及的金额高达66亿3606万5000利吉 以付款给国际石油投资公司 不过两人否认罪名 而在数字做法官强调审的控制 change 並不是不지를行ран atrás 过两人否认网 感谢观看